好 現在柯文哲被升押之後 北檢外頭 越來越多民眾黨的支持者聚集 他們情緒非常激動 他們高喊力挺柯文哲 更要北檢放人 聯繫給記者洪瑟 好 沒錯 實力帶大的關係 是在北檢外頭的這一些狀況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現在在北檢外頭 已經開始支持相當多的一個支持者 事實上在過去幾個小時 你也能看到有非常多明顯的電話 也就是支持群眾越來越多了 事實上不只在北檢前的這一整個廣場 都是擠滿了這個支持的民眾之外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了在對象的人行道上 也有非常多的支持群眾 就站在對面 那當然我們從現場畫面 你也可以看到了 非常多的民眾是拿著 包括了像是程序要正義 司法要公平 那另外也有人拿著 相信清白柯P加油 還有人喊的是柯P加油 要他今天回家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現場的群眾 其實情緒也相當的激動 那當然我們在剛剛稍稍說 現場事實上 還有這個出現了所謂的手機燈海 好 為什麼呢 事實上剛剛就播了這個 在這一次2024年總統大選 柯文哲的競選相關的歌曲 穩穩地走 好 現場呢 情緒可以說是相當的激動 那當然支持者他們也有話要說 我們一起來聽 加油 柯P加油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也不同得知人證是證物證 我們只知道現在檢調或警方 他們所提供的說明 那要讓我們如何 我們柯文哲如果真的有罪 那你大膽講出來嗎 因為昨天真的是不公不義 不明不白 也沒有說柯文哲就是 他為什麼會被擠壓 會被收壓 那到現在我們今天在這裡等了 我從昨天晚上11點多到現在 我們沒有聽到我們的警方 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說法 好 那事實上呢 其實現在來到了晚上的8點鐘了 我們從現場觀察發現 整個支持群眾的人數來說的話 事實上在過去幾個小時的變化 非常的大 那包含了像是在剛剛稍早的時候 其實是整個大家的下班人潮 那時一度還造成交通混亂 那事實上現在警察 已經將所有的群眾 都移到了現在北景前的這個廣場 不過我們可以發現到 就是其實支持群眾越來越多 也因此可以發現到 在對面原行道上的人 也真的越來越多了 那除此之外呢 民眾也說了 今天阿伯不出來 他們就不會離開現場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發現到 其實在北景正前方 這裡站了一整排的警察 除此之外 其實周邊呢 也有非常多的警衛 來做相關的戒備 當然就擔心說 可能支持群眾 台國這個情緒激動等等的 可能會有相關的狀況 那以上是目前 我們在北京掌握到的 這件事情狀況 再把時間鏡頭交還好內